我高二那年在截止前三天喊說有沒有要參加智慧鐵人 在板上隨便湊我就欸好啊我要參加 然後就突然湊了六個人出來 我沒有任何的就是預設立場 就是可能誰比較強什麼找誰這樣 結果進去之後發現每個人剛好會的都不一樣 然後我就是那個什麼都不太會 然後是負責叫大家來我們來玩智慧鐵人吧 那個掛名隊長貢獻嗎 團隊士氣鼓舞啊 開會議程嘛就是想說有些時候 就是隊伍需要重整一下 例如說現在方向不見了 我們可能需要重新調整一下步伐 然後還有就是這點題目分三類 自然人文跟體積體育及其他 然後體積類我的表現比較突出 對運動能力比較佳 學習到的事情學生時期的話 我覺得我學到的是抬頭站起來學習 這件事情 當學生的時候我們都是坐著學習 我們永遠只能坐著看台上 離開的學校這個保護傘回家 也是坐著做我自己的事情 或是做學校給我的事情 或做社會對我期待的事情 可是智慧鐵人讓我站起來學習 我覺得我累積的東西 學業是我原本以為我會的東西 那其他這些其實這個框框在花大一點 這些東西才是我會的東西 我全部會這麼多 那我在鐵人裡面的時候發現 我可以拿這麼多東西出來玩 不再是只有這樣 我記得解題的時候 什麼都用到 這就是你平常累積出來的結果 在參加鐵人之前 因為學業壓力的關係 當然我們只能專注在這個框框上面 當然我覺得我家長很棒 我父母很支持我去參加這個活動 所以會讓你覺得你抬頭之後發現 這個整框框都是你要學的東西 還是你想去發現的東西 然後讓我朝更多更廣方面去學習 覺得這是很有幫助的地方 所以這些經驗都變成之後會用到很棒的東西 這是高中實習我的框框 那關主就是要在這裡往下看 就是我看到的是這些理論上 我們高中高職都學會的基礎核心知識 那我該怎麼用這個框框去包它 然後讓他們可以看到這個題目的套路該怎麼走的時候 不會是一個死題 必須要我想通合乎邏輯 然後又有挑戰性 再讓他們可以解得出來 有規則可循的方式 用推理的方式去把這個題解出來 那高度不同的時候看到的視野就不一樣 就是你從上面往下看的時候 有些時候你會看到一條路 這是一個直線節 你認為大家都可以想到這邊才對 可是其實這是就是萬萬不得的 我們鐵人精神就是要有多條路都可以打到這邊 因為通常關卡分成就是實際的部分 操作的部分跟文本的部分 那我該如何讓一個死死的文本 包在一個很好玩的關卡裡面 還有就是例如說我面試工作的時候 很多我那時候有考多一 就是當兵的時候考的 然後想說之後會用到 然後那就有一個分數在 那我進去公司 現在科技公司都會要有一個綁多一的測驗 那我有成績答案就可以死掉這個麻煩 那他們會看你多一分數 那就決定 因為我我應徵的就是 他有時候會要求外民能力的 因為我就有遇到 主管面試的時候問我說 那我們這公司需要外 可能需要出差 那你會不會害怕 就是跟外國人說話 我就直接跟他說 我前天才帶尼泊爾隊 當地培跟導遊 我覺得我OK 所以這方面 我沒有出過國留學 我沒有教學學生 我沒有去打工 當一年的代業青年 那這些經驗變成 我在台灣裡面 得到了小小的國際經驗 那我覺得 他讓我不會去害怕跟別人說話 尤其是跟外國人說話 那這個經驗 讓我在面試裡面 提到很多次 那得到的結果都是比較正想肯定的 那我覺得這個就跟職雅很有幫助 今年的台湾大學就叫小記者開一個專訪給我 他說去訪問他 我覺得這很重要 他說因為我如果放棄尼泊爾隊的話 那我還有十萬塊的車票 可能掉了大概兩三千塊而已 他們幾個人的票 可是我會有 我如果不放棄尼泊爾隊的話 道成全部門沒達成的話 那就是十萬的差別 一陣一附就是二十萬的差別 那就是這個人的價值 在這個位置跟這個事件上 是不是有達成這個任務 那我覺得 就是這個抗壓性跟經驗 也被我拿來面試的時候提到 那我今天面對突發狀況的時候 我把事情處理完了 那我證明我自己是有辦法做事的人 那我覺得這個經驗很難得 以學生的身份跟對 那樣子的話 我覺得不錯 我覺得如果我沒有參加自己的話 我高中考完可能會重考 然後去達到一個社會期待的目標 然後會 應該會去考研究所吧 那就會朝我能堆累學歷越高越多去發展 那時候的我 知道的是 我擁有的就是這一張 這個圈圈 那我要追求就是 這樣的一張的畢業證書 那我就要做學的就是 之後我找工作更輕鬆一點 可是我不覺得我比別人差 所以 我研究所其實就沒有考 沒有考上 但是沒有考上 那時候也沒有很認真 在準備研究所這件事情 可是沒有考上 反而覺得很開心 就是 還好我沒上 對 因為我覺得我好像真的不是很想念 只是我的大環境 跟我的細做 全世界都在考研究所 那我就跟著考了一下 那 當然成績不是很理想 那我就直接去當兵 自己的精神就是 沒有說不可以就是可以 對 對 這是台灣人的投機去了心態 但是 這點就是日本隊 永遠學不會的地方 對好 然後 然後我其實在今年 有跟日本隊好好講說 如果沒有說不可以就是可以 然後 英文 然後 但是試著跟他們講這個觀念 可是他們好像 有點搞懂的感覺吧 因為我在去 泰魯格 就是浦瑪浩去台東的路上 我有跟尼泊爾隊 跟日本隊友分享一下 就是參賽的經驗 那要怎麼去解會比較好 然後我主要提點就是 時間很 時間很寶貴也是有限資源 那同樣的我覺得 在部隊裡面 沒有人說不可以就是可以 這 以那個封閉環境裡面來說 聽起來好像 不太對 應該是掌握說可以 才可以做 可是 事實是你在部隊裡面 只要證明你一樣是個 會做事的人的時候 那你的權力就會上升 那事情就會變得比較好過 一點 對社會什麼貢獻 我覺得是讓我們 我們讓做的事情 做的事情變得聰明化 不管任何事情一定會 就是其中或多或少 我們會把它最佳化 Optimization 絕對有 因為 覺得生活變得更簡單了一點 就是我們不需要去 繞太多圈圈 我們可以看到事情的分子 更容易知道 這件事情 其實可以這樣做 對 沒有說不行的就是可以 那 在生活上就變得很輕鬆